万里爱心会的工作有时会由朱瑞武的单女儿于林聪帮忙打理 于林聪当年因父亲突然过世 家境窘迫 他正是在朱瑞武的帮助下重拾信心 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 于林聪主动放弃了电气工程师的工作 毅然决定在爱心会做一名志愿者 回报朱爸爸当年的救助之恩 经常会到我们家来 然后呢 看问我跟我妹妹 然后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说呀 然后再到学校去看望我们 当时我记得我后来上了高中 他就经常会晚上的时候去给我送吃的 同学们呢都觉得我就是我特别幸福 然后大家都是很羡慕我有这么好的爸爸 其实他们不知道我跟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我记得是那一年春节 然后我第一次去他家 然后看到家里面非常非常的热闹 有好多好多孩子 帮助了小女孩救他爸爸 然后我就问他 我可不可以也叫你爸爸 他说当然非常欢迎了 然后就这样很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大家庭